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说这一次联总会的 这种所谓的这种暴力升息 升得很猛 那现在的这个政策利率的这个水准 是3.75%到4%之间 那这样的一个暴力升息的这个背景 当然就是这个 从去年开始的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 那通货膨胀的问题 变得这个慢慢的这个严重的时候呢 当然他联总会当然不得不采取一个 比较这个暴力式的一个升息 但是要讲到就是说目前的状况之前 我们可能需要先回顾一下 就是说去年的时候呢 事实上联总会是犯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 那原先这个去年的时候呢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呢 那么那个时候的这个讨论呢 虽然通膨问题已经拉上来了 但是他们的用词呢 是叫做transitory 就是也就是说它是暂时性的 那为什么是暂时性呢 因为他们认为说那个是因为 supply chain 还有那个运能的问题呢 所导致的 所以当这个供应链的问题 以及这个运能的问题解决之后呢 那接下来的这个通膨问题呢 应该不至于那么严重 但是很明显的到了这个近年的时候呢 大家看到就整个的这个通膨问题 完全不像这个联总会先前所讲的 那那个样子呢 那通膨呢继续的这个往上的这个 很明显的这个上拉 那所以就说去年的那个 那个暂时性的这种看法呢 事实上对联总会的credit呢 是造成极大的一个伤害 那因此呢 这个现在当然联总会也必须要很小心的 在处理这个接下来的这个问题 那接下来的问题当然现在 事实上也就是说 刚刚社长的在这个 所讲解的那个部分呢 有提到就是说 整个的现在因为这个最新的 这个10月份的这个CPI的这个数据掉下来了 那社长也提到就是说 其实那个对应的那个机器是比较高的 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市场上的一个 就忽然间看到说 从一个从8点多的一个数字 掉到一个7点多的一个 7.7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呢 感觉到很兴奋的一个样子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开始呢 那个所谓的联总会的pivot pivot这个英文字呢 这个开始出现了 开始就是说频繁的出现了 之前当然也有出现 但是这个pivot这个问题 就联总会的这个转向的 政策转向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层面就是说 当然大家最期待联总会的这个pivot 是非常强烈的这个转向 也就是说完全就这个升息的这个动作 就stop了 不再做了 当然这个现在看起来 这个短期之内是不可能的 所以它有一个比较 没有那么强烈的 但是比较弱势的这样的一个pivot的一个方式呢 就是所谓的就是说 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升息呢 可能不会像先前那么样山马那种 非常暴力式的这样的一个升息 它可能会比较采取一个 渐进式的一个升息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个是这个联总会 会不会pivot 当然还在讨论之中 那答案当然就是12月 它正正宣布这个 新的这个政策利率区间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它有没有pivot 好 那当然这两方面的话 就变成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就是说 那为什么会有人这个支持 继续的这个暴力升息呢 像Rollis Summers等等 Summers跟Blood 对 那事实上Summers在这个通膨的看法的话呢 我们现在回顾一下 它是有credit的 对啦 因为你讲到这个 原来最早是Klumann Klumann说那个它是短暂的 然后夜轮也附和它 对对对 然后他们这个是看错的 但是Summers一开始 他认为通膨会很严重 所以美国是有两派的 现在这个两派当中 我要特别请梁笑容来谈 就是说 现在像布拉德或Summers 他们都认为应该继续加 六啦七啦 在手不齐 这个就是鹰派的升息的论调 但是美国有它的困难 就是说我一直降生 全世界都在减持美债 这个美国债券到最后你会发现 你只有卖盘 没有买盘 没有买盘 最后财政部一定要接 对不对 那有流动性的问题 财政部他一定会 逃到那些 为什么 因为你等于大家都把美国债券 什么都丢到你手上 你怎么撑得起来 对不对 这个就变成说 鹰派升息 就对抗通膨 这是一个讲法 但是美国现在要回头 你如果升太猛 像这样的一个利率 这个是从2000年以来 第一次看到这么暴力 就是他一次这样升 今年如果后面再升 这个礼拜再升两码 就17啦 17是很可怕的 那你到这里来以后 美国也要考虑 债券流动性 这一点梁大叔有什么看法 这个我们回头先看一下 就是说Sommers 他们这一派的人 是为什么会 这么样的这个支持 就是说联总会 必须坚持下去 那联总会必须坚持下去 当然现在大家 很容易想到的一个 历史上的一个经验 就是1970年代的问题 大家一读到这一段的 这个历史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强烈的感受 就是说你通膨 如果没有真正把它 交习的话 那它是有可能 这个死灰复燃 我补充一下 就是说 你看到在1970年代 其实70年到1980年 这个美国的CPI 冲高的时候 它冲高其实都 背后都有战争 你看这个战争带动 油加的大涨 也造成通膨的 肆虐 这个也是一个背景 那这一次对照之后 应该也是跟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 又是同样一曲同工之妙 他们对照的 就是说 现在这个时候 跟这个1970年代 都是因为这个 Surprise Shock 就是攻击面的冲击 这个所引发的 那甚至呢 就是说 我们现在当然都非常的 这个景仰 这个 这个 Paul Valker 其实Paul Valker 在他的任内 在这个初期的时候 他也曾经 stop升息过 对 就是说 但是升息 但是没有 很短暂的期间之后 他发现没有压下来 他马上 真的 那接下来就是 更暴力式的 这样的一个升息 所以终于把 美国的 这个通膨问题 解决掉了 好 所以这个 这个是他们 这种暴力式升息者的 一些看法 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看的话 这个市场 刚刚刚刚讲过的 你这样一直升下去的话 其实 不只是市场 刚刚提了好多次的 这个再次的这个问题 那其实 这个一直升下去 景气呢 中间可能会落入衰退的 这样的一个风险 然后另外一个 这个美元的这个问题 他也会冲击到 这个美元 美元指数的一个走势 然后甚至这个 股市也会受到影响 因为那个特别是 那个成长股 会受到很大的 这个压力 所以也就是说 于是就是说 大家就认为 说联总会 是不是应该转向 那转向的话 当然现在大家 比较去向一致的 就是这个转向的 一个方式呢 刚刚已经讲过了 应该是就是说 由这个暴力式的 这种升息方式呢 把它转成是一个 比较渐进式的 一个升息方式 不过我对这个问题 我再稍微补充一下 我觉得 与其在拆 这个 它到底会不会 pivot呢 我觉得 说不定 我们应该把这个 讨论的重点 稍微把它移到 这一个连准会 这一波升息循环的 这个最终利率 到底是多少 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就 你一旦晓得说 它的一个 最终利率水准 是多少 然后什么时候 大概什么时候 会到这样的 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讨论 那个路径 会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这个 所以现在 现在事实上 就是国外的这个媒体 事实上开始讨论的 那个pivot 那个字 是慢慢在减少当中 但是terminal rate 也就是最终利率 这个问题 在这个字 字眼 这个出现的这个次数 这个慢慢的增加 我的看法 这个最终的 这个利率水准 它当然会比 那个2016到2019 那一波升息循环 来得高了 那一波升息循环 的这个 这个最终利率水准 是2.5个percent 那现在都已经超过了 但是它会到哪里 也不至于高过 1999到 2001那一次的 这个6.5个percent 这里面有两个 一个是6.5 海啸之前是5.5 对 5.25 5.25 我当然现在可能 比较接近的是 那个5.25 比较像5.25 对 那个水准 所以大概就在那附近 我想 我的看法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说 现在 你如果到 刷月你到了4.25到4.5 它已经就暴力式升息到顶峰了 就是说你从来没看过美国用一年的时间升息17码 对 我看美国也是吃不完都走 它就变成说 一方面它要兼顾通膨 一方面也要兼顾债券市场流动性 因为你流动性越来越差的时候 美国财政部是会吃不消的 还有一个 美国是全世界举债30兆美元以上 你现在想一想 如果你的利率都长期停留在5%以上 美国怎么受得了 这个就是在升息在对抗通膨的路上 也有一些实际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在2023年之后 我最少会确定暴力式升息不会再有了 后面就应该是缓步升息 一方面看看现在市场的情势它的变化